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因社会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请看报道 前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 星期四 4月11日被河南郑州中院以受贿罪判刑12年 追讨受贿款近6700万元并处罚近400万元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 判决书称王三运1993年至2017年间 利用担任贵州六盘水市委书记 贵州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甘肃省委书记等 职权及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构成受贿罪 媒体分析表示 与过往受贿金额相近的贪官被判无期徒刑相比 王三运在此案中从轻量刑的幅度不小 郑州中院的通报称 王三运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 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 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以全部追缴 依法从轻处罚 不过通报并没有说明其他重大案件的具体情况 1952年出生的王三运在民间有大表哥之称 曾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地佩戴多款百万名表 被网民截图广为流传 也成为他被举报贪腐的重要证据 王三运49岁之前一直在贵州生活工作 2011年从安徽升任甘肃省委书记 2017年4月被降职到全国人大任职 同年7月11日中纪委网站宣布 王三运落马接受审查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昨天闹得沸沸扬扬的黑洞新闻火了之后 视觉中国这个图片平台也跟着上了热搜 批评他的阵营里面团中央非常显眼 为什么呢 是因为视觉中国把黑洞照片和团中央的标志 都列为自己版权所有的照片了 有网友发现 视觉中国对图片宣布使用版权 称媒体或者个人未通过视觉中国渠道 在国内使用图片的话 会被视作侵权行为 被追究责任 但事实上 这张照片的版权属于欧洲南方天文台 后来发现问题之后视觉中国把图片说明改成 此图片是编辑类图片 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并且将来源标识为南方欧洲天文台 视觉中国的总裁柴季君也在微信朋友圈中表示 视觉中国是通过合作伙伴获得编辑类使用授权 此图片授权并非独家 黑洞被打版权水印的事情一出来 人们开始发现 网站上没有很多其他照片也被莫名其妙打上版权水印 最好笑的包括国徽和国旗 图图中央还发表微博质问 国旗国徽的版权也是贵公司的吗 事发之后 国旗国徽的照片马上被下架了 视觉中国也回应说 这是因为这些图片都是供稿人传上来的 他们已经对图片进行了撤销版权声明 而11日 视觉中国也正式对外界发表了道歉的声明 事件持续发酵 别的商业品牌也纷纷到视觉中国网上找图 发现企业的logo商标都被视觉中国打上了版权所有的水印 其中就包括苏宁凤凰网360新浪等等的知名企业 柴基君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面对视觉中国滥用威权 漫天压架做出回应 受未经授权使用图片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图片内容行业最近几年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有已大量内容创作者出现 大家的版权意识非常薄弱 他还表示他相信自媒体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困境 因为原创内容被侵权盗版是一个很痛苦的行为 因此他们还在探索跟自媒体这一类的新型贺户合作 新的市场下能怎么样做到是确实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迟迟迟报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 旅居美国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重洋研究院研究员的社会学者李毅 常常发表武统台湾的言论 原本计划在台湾公开演讲 不过台湾内政部表示 李毅持观光签证入境 不得参加政治活动 而且他过去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勒令他出境 如果不愿出境就强制执行 李毅则否认要演讲 说原本想去日月谈 说15号才会离开 如果现在要我走 该怎么办呢 言语中满事不情愿 李毅应台湾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邀请来台演讲 但台湾内政部移民署4月11号表示 李毅以观光签证入境 不得参加政治性职的公众活动 要求他11号出境 并且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未来会管制他入境台湾 台湾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原定在台中市举办 和平统一融合发展论台与游行 论台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主题 邀请李毅演讲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昨天表示 李毅以旅居海外的大陆地区人民身份 以观光为由于去年8月向移民署申请一年多次入境签证 本月9号已经入境台湾 依规定大陆人民以观光室游来台不得参加政治性职活动 不得接受邀请发表演说 他说李毅过去多次发表武统言论 足以认定他对台湾有危害安全和社会安定之余 经移民署同陆委会审查 废止他入境许可 并且限令他昨天出境 如果不愿意就要强制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 以助记鼓吹武统的李毅 未来将严格审核他的来台申请 至于统促会将举办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论坛 政府会依据具体市政 审认是否违法 台湾促统会人员表示 李毅目前在台湾观光 不愿透露他的行踪 到昨天晚上为止 台湾并没有李毅是否已经离境的消息 李毅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年约60的李毅毕业于中国西北大学 之后在北京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 美国伊利诺利大学取得硕士博士 专长于社会学研究 近年旅居美国出版过英文专著 近年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员 台湾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主张两岸统一 团体在13号举办2019年首届和平统一 融合发展论坛 主题是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并将在台中举行优先活动 该团体发出的宣传单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大幅照片就在上面 也有李毅的照片 头衔则是旅美社会学家 是这次论坛的主讲人 对于策统会的活动 台中市政府表示 游行的申请内容并没有违反 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的规定 符合宪法 根据透露 李毅出现在台湾 首先是被民进党一名议员关注 行政院长苏贞昌知道之后 要求内政部调查 行政院发言人证实 苏贞昌认为这件事情有国安疑虑 只是陆委会与移民署调查处理 李毅早在2005年发表文章 认为两岸和平统一无望 武统是唯一的选择 不久之前 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武统台湾没有代价 只有收益 百利无遗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习近平鼓励知青下乡 与黑社会整地牌 请开报道 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中央日前提出 计划三年内组织超过一千万人次 大中专学生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力争累计动员不少于十万青年参与乡村人文环境提升工程 被误读为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丛林 虽然官方很快澄清这次不同于上山下乡 不过有学者表示 中共最高层担心农村大户垄断当地资源 甚至勾结黑社会变得不受控制 中共基层组织到农村已不起作用 今次大规模发动学生下乡 也有加强中共基层力量的考虑 据香港明报报道 团中央上月22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工行动的意见 指出为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广大青年中入脑入心建行动 即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工作队伍 将以培育本土人才新乡 服务在外人才返乡 动员社会人才下乡为重点 大力培养 凝聚举荐一批在乡村大师所能 大展才华 大显身手的青年人才 文件提到六大重点项目 最引人瞩目 当属大中专学生志愿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并提出到2022年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的具体目标 下乡内容包括组建理论普及宣讲团 以小规模互动式接地气的面对面交流 深入农村宣讲习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组建科技知农团 面向农村青年传播科学技术 金融知识 环境治理等 组建教育关爱服务团 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 亲情陪伴 自护教育 素质拓展等帮助 组建文化艺术服务团 下乡开展艺术创作 惠民展演 全民阅读 文化普及等活动 组建爱新医疗服务团 对农村青年开展健康普查 流行病防治 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等活动 对于引发争议 团中央的微信公号 昨天发文批评 一千万人次 转翻成一千多万青年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简写成下乡的标题党情况 该文表示 三下乡是指文化科技卫生的下乡 本质上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 和相关知识的下乡 三下乡最早的推动者 正是共青团系统 1980年代初 就首次号召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1996年时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的通知 历年正式实施 持续至今 文章强调 三下乡具常规性和现实性 每次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上山下乡最早建于195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1956到1967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首次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实际上此前一年的8月 北京青年杨华 李炳恒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 提出到边疆区墾荒 以缩小城乡差距 11月得到批准与鼓励 中共领袖毛泽东更指示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到文革期间 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指示 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直到1978年10月后才停止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 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也做过知青 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 他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邑公社 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 这段历史在2017年被编成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称 今次动员绝非单一原因 且延续扩展之前政策 丁学良说 从2012年起中国开始鼓励大学生当村官 他曾为此到重庆四川贵州调研 分析此举原因 政治上中共最高层担心农村大户 垄断当地资源 甚至勾结黑社会变得不受控制 而中共组织到农村则不起作用 经济上当金融风暴后 国企大型企业缩减招聘 而两三年村官工作 可令大学生在考公务员入党提干方面得到优惠 丁学良表示 现在农村缺乏年轻人衰落明显 中央希望青年下乡带去正能量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今天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呢 也有我们的主播为人跟主播蒋洋洋 那么今天要关注的第一个新闻呢 是一件国际社会上面非常重视的新闻 那就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 他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呢 正式被抓捕了 那么当时呢 阿桑奇是寻求厄瓜多尔的政治庇护 已经在这个使馆里面呢 生活了七年寸步未出 但是呢 最近是因为厄瓜多尔的总统 已经撤销了对他的庇护 所以呢 英国警方就得到了允许可以抓捕他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张照片 就是他被抓捕当天的现场反图 那么通过现场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阿桑奇啊 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了 而且也长了白胡子 跟大家印象中记得他的样子 可以说是非常不一样 那么他今年呢 是47岁 在他被抓捕出门 也就是涂上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他还喊着 大家一定要抗争 一定要抗争到底 那么紧跟着英国的抓捕呢 美方呢 也正式宣布起诉阿桑奇 指控他与之前的一个 美国情报官员 叫做曼宁同谋 而黑客进入了 美国的一个政府数据库 那么一旦阿桑奇的罪名成立呢 他最高可能会面临五年的监禁 可能讲到这边 因为涉及了非常多国家 大家可能觉得头很晕 那么呢 那就先跟大家理顺一下阿桑奇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躲在伦敦的道士馆呢 那么阿桑奇呢 是一个澳洲人 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在瑞典做一个演讲 那么他在返回了这个英国之后啊 就被瑞典官方起诉他性侵犯 涉嫌这个性侵犯女性 那在英国的时候呢 他就正式的被瑞典起诉 并且呢 瑞典这个国家也向英国申请去引渡他 那么他在保释的期间呢 就在这个英国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 寻求了政治庇护 并且呢 在同年的8月正式获得了庇护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厄瓜多尔的 伦敦大使馆里面 那么厄瓜多尔呢 是在他停留在大使馆的这个期间呢 有一位新的总统上任 那么这个新的总统上任之后呢 有一些对于总统的不良的信息就被泄露 比方说指控这个总统有一些涉嫌腐败的 这么一些指控 并且呢 一些关于这个总统他很个人的家人的照片呢 也被泄露在社交网站之上 那么这个厄瓜多尔的总统呢 当时就怀疑是因为危机解密 才造成了这些信息的泄密 那么到了今年的三月份呢 厄瓜多尔的政府呢 就发表声明 说已经切断了阿桑奇的对外通讯的联系 那么直到事发的这个今天呢 阿桑奇被捕之后呢 他的代表律师就说 他被抓捕其实不仅仅是因为 厄瓜多尔政府提到的 他违反了这个庇护的条例 更是因为呢 他已经被美国引渡 那么他之前也是一直在怀疑这个有阴谋论说啊 如果他一旦被英国政府抓捕呢 英国呢会立即的把他交给美国 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阿桑奇他视为如此一个头号人物呢 为什么危机解密跟美国政府有这么错终复杂的关系呢 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阿桑奇创建的这个网站 危机解密来一一说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危机解密网站的logo 它是最开始阿桑奇是在2006年的时候创立了这个网站 自这个网站成立开始呢就一直有公布非常多的这个震撼了国际社会的文件 比方说呢在2007年的时候 危机解密就曝光了肯尼亚高层的腐败证据 直接影响了肯尼亚的大选 最出名的可以说是 而且是跟美国有关系的 可以说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他就公布了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空袭的时候 杀死了无辜的平民跟两名路透社记者的这么一个视频 在同年的10月呢 还公开了超过40万份的文件 这些文件呢被统称为伊拉克战争记录 当时是被BBC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危机解密文件 最近一次大家的记忆中的大事件呢 是在这个2016年 是危机解密它曝光 民主党的高层邮件网来记录 是直接导致了大选的之前民主党的主席下台 而且后来大家也知道 西亚里的民调也受到了影响 他呢在后来的总统大选里面也输给了川普 那么提到伊拉克战争中的被泄露了几十万份文件 当时那场泄密就被称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的政府文件泄密 而且呢可想而知 美国的国际声誉呢也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自那之后呢 他的这个行为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在国际上的讨论 有一部分赞成他的人呢 就认为他是个伟大的 为自由奋斗的这么一个英雄的形象 因为呢他敢于与各国的这个政府做路争 反对政府去隐藏一些事实 比方说这些机密的文件 他觉得呢公众每个人都应该有知情权 可是呢也有很多反对他的人 会觉得这样的鲁莽啊 把信息全部公开的行为呢 其实是会伤害国家的安全跟稳定的 所以呢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想 请问一下现场的两位 不知道听了陈述的这些事实之后 你们两个觉得 他的这种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觉得很多人是把他当作英雄 有很多人把他当作魔鬼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英雄还是魔鬼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黑客 也是一个旧秩序的一个破坏者 所以我更倾向于公众有权 知道这些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中 无辜死掉的平民跟死掉的两名路透社记者 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之前 没有讨论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有 很黑或是很白的这样子很分明的 这样子的决定 那其实我自己是 想了很久之后呢 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可以以就是最近在美国的 两个比较著名的案子来看 第一个就是电邮门 这个电邮就是email 这是跟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学 直接关系的这个希拉蕊的email的问题 当时呢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James Comey 他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当中呢 被很多人认为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 有不当的地方 导致最后总统大选的结局 跟他的这个调查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其实再讲一点点detail 就是在2016年的10月28号 其实那个时候离美国选举已经不到10天左右的时间 Comey他就跟国会说他决定 他觉得应该要重启对于Hillary的这个email的调查 到了这个10月7号的时候他要再次致函国会表示呢 其实对之前发现这批电邮已经完成这个审议决定不要再起诉 但是他离任了之后把他这些在担任FBI调查局局长的期间所知道的这些资讯 把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备忘录上面以间接的方式公开 后来也出书了吗 大家如果说对这个美国政治很有兴趣的话也许都有看过这个内容 所以他对于这些案件处理 他是一个比较公开的方式 觉得如果大众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用不同的平台给大家知道 得到了很多的这个criticism 起了很多的争议 就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影响到了美国大选 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案件就是通俄门了 上个月才刚结束的这个Molar Report 其实大家相信这个热度是还没有消退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大家就一直觉得从这个不论是脸书啊 还是其他的迹象就觉得他跟俄罗斯俄国有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 那川普他上任之后一个常听到他讲的挂在嘴边的口号 就是no collusion 就是一直在讲说他跟俄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个Molar的报告出来之后呢 他表示他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说 川普他是有collusion 他有跟这个俄国任何的关联 但是他也表示他不排除这个内 这间可能是有部分的关联 但是他没有证据的显示有直接的关联 这是他一个模拟两可的一个说法 那很多人就想要看到这个细节是什么 就像当初的这个James Comey 是不是一样可以把这个细节给大众来做一个检视 那他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现在呢 只是透过了这个司法部长Williams Barr 他觉得既然你做不出一个决定 那我帮你做一个决定好了 他就把只有四页的这个内容 成交给国会 所以目前呢 这当然是好像是打了这个民主党一巴掌一样 大家很希望可以把这个内容全部拿出来 再仔细的看一遍 不过就可以看到 再说回来 讲了很久 说回来 就是在这两个很大案件上面 可以看到 这两件事情的主角 James Comey 跟这个Moller 他们处理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一个是决定 那我就把所有讯息给公众 让你们来当这个 来当这个 应该怎么讲 全民都来审核这件事情 那Moller的话呢 他就觉得这个我们今天 之所以会有这个司法的程序呢 就是可能我们对司法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让我们来决定 这是不是一个适合公布的消息 那他觉得不适合 所以他不公布 现在有很多不同声音出来了 那我是觉得 说了很久 我是觉得啦 就是 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工作 当一名记者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知道很多事情 可能他没有 在当然没有经过证实之前 我们可能是 当然不方便公布 但就算我们知道了之后 这些消息公布出来 会对这个 不能说泄密者 对我们的这个消息来源 会不会造成很直接的影响 或是这个消息 如果我们把它公布出来之后 除了增加我们自己 这个平台的点阅率之外 对于整件新闻事件 它对这个社会 是有什么样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其实会影响我 觉得我这个内容 是要写得多深入 或是多透明 那在这个 这两件事 就如果以电邮门跟通文门 这两件事来说好了 我会觉得 其实 我会觉得Molar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比较正确的 他跟你讲 他觉得他调查之后的结果是这个 那至于这个细节 我是不是要全部交给 我们这个一般大众 对这个司法程序不了解的 一般大众来做这个评审 我觉得那其实 虽然我当然也很想知道 这些细节跟八卦 但是我觉得那是不必要的 非常感谢两位的讨论 的确就是很多人在看到危机解密的存在的时候 都会觉得 有这个信息存在 那当然公众是要看到的 可是呢 也不乏很多像刚才为人提到的 只有行业内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从事者呢 才会知道它可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比方说网上就有很多人分析说 为什么全部的公开信息是为伤及无辜呢 比方说就拿这个公布伊拉克战争的文件来说吧 公布战争文件呢 有些人就觉得会透露 其实美方军队这个巡逻的方式 那如果让敌方掌握这些战争文件呢 他们很容易会根据现有的资料 来去策划反击的方式 而且呢 公布原始资料可能就会涉及到 会牵涉到公布这件事件本身 或者说是牵连到事件 可是有事件无关的人 那比方说呢 在这个2010年公布的美国的外交电报里面 其实呢 被曝光的国家不仅仅是美国 还有跟美国正在从事来往的 比方说俄罗斯 中国 德国等等的很多国家的机密 而且呢 在这个电邮门里面 也是很多给这个民主党捐款的人的信息呢 比方说 这个ID信息 护照等等的一些号码 其实也全部被公布开来了 那其实他作为 阿桑奇他作为一个危机解密 这么大型的一个网站的这个创始人 其实他不可能会没有去想过 这些敏感信息要怎么处理 但是呢 他自己就为自己来维护说 他一切的行动都是需要争取 这个最少的伤害 比方说刚才提到这个战争文件 他就说他不会公布 可能会伤害到信息提供方的 这么一些私密的信息 他还说呢 其实他公布了这么多文件 已经还保留了有15000多份的文件 而且呢 他公开的战争信息都是7个月之前的 他觉得内容并不会影响现在的这个北约的军队 那么提到阿桑奇他作为创始人 他的见战动机呢 其实他也有明确的跟这个媒体有说过 他这么说的 他希望这个网站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 是一种科学的新闻理念 他还说呢 他是希望啊 这个读者来阅读一条新闻的时候通过点击鼠标就能在网上找到产生新闻的这个原始的文件 那么读者呢就能由此去自行判断这个信息是否真实 而且他还说呢 维基解密这个网站发布的档案的数量是超过世界上所有新闻机构加起来的综合 他还说我们这么小一个团队都公布了比其他媒体加起来还要多的档案 这是媒体界的耻辱 那就想问一下在场的两位 我们同样作为新闻工作者 不知道你们听了阿桑奇的这个新闻理念 这种科学的新闻理念 其实你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阿桑奇被这么多人去评判他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魔鬼 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黑客而不是一个新闻媒体 如果是一家新闻媒体爆料了这些内容的话 会不会人们就会说这是一家媒体应该做的工作呢 所以阿桑奇我之前在他的一篇叫做阴谋及统治的文章中呢 就读到他是这样写的 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呢 就是阴谋 他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 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之后呢 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就会萎缩 在这种情况下 当信息交流趋近于零的时候 阴谋才会终止 所以他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要披露这些文件 达到一个政府间的阴谋终止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针对这个无论是黑客还是媒体曝光这些信息 我有这样一个例子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呢就有一个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 这个案发之后呢 美国政府呢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起诉了发布这一份泄密文件的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呢就判决政府败诉了 理由是 第一点呢 是机密文件 是用纳税人的钱做出来的 政府对此没有知识产权 民众对文件拥有最终的所有权 第二点呢 是文件泄密是政府的疏漏 保密是政府的职责 不能怪罪于他人 第三呢 是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立即或威胁时 政府才能以此理由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 政府无法证明发表过时的秘密文件 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立即的威胁 因此不能以此限制言论自由 因此呢 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 第二天呢 华盛顿邮报呢 就继续刊登了秘密的文件 所以以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 不是媒体的这个阿桑奇 他的这个网站泄密 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呢 我认为 嗯 我先看 嗯 的确杨阳刚才提到的 也是我接下来也会作为一个例子 这么一个案件 非常谢谢杨阳的分析 那么呢 我们啊 通常在分析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的时候 都不得不去回顾他的生平 那么就发现这个阿桑奇 他的成长的过程 其实非常有趣的 比方说他在16岁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一名黑客 而且呢 他跟两个黑客的小伙伴 创建了一个团体 叫做万国颠覆 他们当时是以入侵别人的电脑为乐趣 但是呢 在入侵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在入侵别人电脑的时候 不会损害入侵的系统 而且不会更改系统里面的讯息 但是一定要分享获得的资讯 而且阿桑奇他本人还在自己的网站上 没有提到这么一句话 他说为了彻底改变政权的形势方式 我们必须认真大胆的考虑策略 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 政权自身是不希望发生改变的 那么其实啊 很多人呢 包括斯诺登啊等等的 都在讨论这一件事件 就觉得阿桑奇被抓 其实预示了新闻最黑暗的时代到来了 那么我看到斯诺登的这一条推特的时候 我就在想 到底大家会怎么样定义新闻自由呢 那比方说危机解密 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新闻机构 可是呢 它的百科页面上也说 自己是一个media organization 所以我就在想啊 其实阿桑奇这个案件是非常非常错终复杂 它会牵涉到很多国家的权利 很多高层人员的权利 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只能通过一些事实的细节去自行进行判断 那比方说我们回到这个美国起诉阿桑奇的这个事件来说 其实阅读了这个起诉书就可以发现 其实啊 美国的主要指控呢 是说阿桑奇他涉嫌帮助泄密人从美国的政府的数据库去盗取文件 所以呢 这是一场电脑犯罪 而且呢 是说啊 他帮这个机密人员去修改密码 并且新建用户账户 所以呢 起诉的整一个是他黑客进入电脑的这个行为 而不是说他发布这些政府文件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 我们也提到刚才杨阳提到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法律案件 就是纽约时报去起诉美国 但是呢 判定的决定呢 杨阳刚才提到是这个 新闻媒体胜诉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 因为美国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是在保护新闻自由 甚至是在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机密的时候呢 法院还是会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管是多高机密的文件 比方说五角楼文件等等 那么呢 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说到阿桑奇被抓 结束了一个揭秘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有结束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照片看到 可以看到照片上所有人都蒙着自己的脸说 I am Julian Julian Julian就是阿桑奇的这个 first name 他叫 Julian Assange 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抓住了阿桑奇还有很多很多个阿桑奇 而且呢抓住他之后呢 这个危机解密的网站并没有倒闭 并没有结束 而且还在运营 而且阿桑奇这么一件事件呢 也引起了我们对这个公众信息是不是应该公布的这个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个公众讨论 所以不知道听到这里您是支持阿桑奇呢 还是反对阿桑奇呢 那么呢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如果你对阿桑奇这一件事件有任何看法呢 请在这个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一定要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以及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彭斯称美国抱希望但也不惜加倍征税 请看报道 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之际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 美国有信心能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但如果谈判失败 美国也不惜对中国产品加倍征税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彭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主持人 肯南采访时说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美国曾肯定的以为中国会奉行尊重私人财产 开放市场等政策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彭斯说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对25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他清楚地表明 美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倍 但是我们是寄希望于有更好的结果 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上周五 刚刚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磋商 本星期仍在继续讨论中国所谓的遗留问题 以试图能就终结两国关税战的最终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 彭斯说他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在听取汇报 并参与谈判进程 总统仍然对谈判抱有希望 美国财长姆努钦周三也在CNBC电视节目上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继续取得进展 双方已基本确定了一个机制来监督未来达成的任何协议 包括新设立的贯彻执行办公室 彭斯说两国现在的谈判不仅是如何减少贸易逆差 而是包括了保护知识产权 结构性改革和强迫技术转让等多个领域 中美执法办公室惩罚的是谁 请看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一次在媒体面前谈论贸易谈判进展 口气充满了乐观 虽然比之前承诺的晚 但仍相信贸易谈判在四周内能抵达终点 与习近平举行签约峰会做了结 但是这个美好的想象 却被美国财长姆努钦拉回到现实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美国财长兼贸易代表姆努钦就贸易问题 接受美国媒体CNBC采访 透露两个新发展 一个是美国和中国即将开设执法办公室 监督执行协议执行结果 第二个是原本川普说 四周内就会有结果 很快会迎向签约峰会 但是姆努钦却说 贸易战没有硬性期限 姆努钦说 贸易谈判持续取得进展 包括周二晚间他与刘鹤通电话 成果也十分丰硕 他说双方将在华盛顿时间 周四上午继续谈判 姆努钦说 我们不会为谈判设定硬性期限 他也补充在执法机制方面 大部分的细节都已获得共识 我认为我们有些非常重要的议题 需要处理 但是双方都非常努力 谈到协议内容 他说 有些章节已经接近完成 有些还缺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在落实机制上面 我们大部分都达成共识了 谈判的正节点在于 美国官员坚持最终的协议 无论如何都需要有惩罚机制 美方也要有能力随时在中方毁约时加征新的关税 当被问到美方何时会取消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时 姆努钦拒绝回答 至于川普曾宣称协议会在四周内完成 姆努钦拒绝给谈判加上期限 强调川普想要达成一个正确的协议 姆努钦并未透露 执法机制是否允许美国在中国毁约时单方面加征关税 而不需承担被苛征惩罚性关税的风险 知情人告诉路透社 美国的谈判代表正在寻求这份权利 但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不太愿意妥协 因此作为替代 美国很可能会试图维持现有关税 直到中国达成某些具有指标意义的约定时 才将之解除 现在中美双方正努力达成的协议 包含六个主题 强制技术转移与网络犯罪 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业与非关税贸易壁垒 谷歌之后是微软 AI按住中国军警 请看报道 据德国之中文网报道批评人士指出 IT巨头微软与中国方面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合作 正在被中国的军队以及安全部门所利用 这些新技术被用来监控民众屏蔽信息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 去年有三篇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 似乎能够显示出微软与中国军防之间的某些关联 论文撰写者中既有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学家 也有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学者 国防科大直接隶属于国家军委 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 其中两篇论文的主题有关机器阅读 即如何让AI来理解网络上的文字信息 还有一篇则阐述如何通过一种新的AI技术来分析人脸 从而重构详细的环境地图 论文作者指出 这种技术可以提供未被摄像头拍到的周边环境的更多信息 从而发挥各种视觉用途 专家及分析人士指出 这种技术可能被用于监控 华盛顿大学的AI专家多明格斯教授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假设我是一家情报机构 我有一些嫌犯的照片 我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获知关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信息 而他们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泄露了这些信息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则指出 这种AI分析技术 尤其可以被新疆当局用于监控民众 当地的穆斯林群体正在受到越发严格的管制 而中国官方的公开信息也已经显示 当局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实现对新疆民众的不间断管控 另外两篇有关机器阅读的论文 其技术显然也可以被用于大规模的网络屏蔽与审查 1998年成立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 是这家IT巨头在美国境外的最大研发部门 去年微软公司还宣布将在上海再开设一处研发基地 目前微软在中国总共雇佣了约200名科学家 此外还有约300名科习教授或在校学生 也为微软的研发工作处理 微软公司也并不会言其与中国军方隶属高校的合作关系 在上述三篇论文中 微软与国防科大的字样都出现在论文的封面上 除了国防科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与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的高校 也与微软公司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 其中包括在这些学校设立面向学生的技术俱乐部 微软与中国军方的合作关系 此次被金融时报披露后 许多分析人士都对这家来自西雅图的科技巨头提出了批评 常年关注中国科技产业战略的美国记者比肖普就抨击说 微软已经为中国培养了好几代科技人才 中国军队以及安全机关正受益于这些人才的研发成果 如果放在几年前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习近平治下的新时期 这些研发成问题 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卢比奥也对微软公司进行了抨击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微软这样做就成为了中共政权的同伙 正在帮助后者进行极权主义的审查 并且严重侵犯人权 另一名共和党资深议员鲁克茨则说 美国企业必须明白在中国做生意会面临重大深刻的风险 澳大利亚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则估计 2007至今中国军方至少资助了2500名军方科学家 或工程师前往海外求学 他们也利用留学的机会 与全世界的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建立起来联系 面对批评 微软则发表声明指出 公司在全球的研发活动都符合美国及当地的法律 而且都公开发表 以确保透明度 从而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 此外美国政府近期也正在讨论 是否对AI等敏感领域的跨国科研合作 实施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 37家中资机构被美国列入危险名单 美国联合公报10日发出通告 将37间中国企业及学校 列入一个有未经验证实体的危险名单 当中有7家是香港上市公司 美国政府呼吁美国公司在跟他们做生意时要小心 这个名单在4月11日生效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前助理部长沃尔夫指出 身为该等机构或学校的美国供应商将不能再如以往般 在销售用于维修的产品许可证方面获得豁免 这些美国公司将需申请新的许可证 虽然这不是实际上的禁运 但因名单对那些企业及机构予以危险的定义 往往会被视为等同禁运 数间被上榜的中国机构 业务涵盖高端技术 航空及化学研究等领域 也有高等学府 其中包括从事汽车零件 液压屏幕 人民大学 上海同济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等 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 则包括爱信南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是日本丰田旗下爱信经济 于中国设立的海外研发公司 有研发国防科技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以及已获高端屏幕技术专利的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商务部警告 美国企业与名单上的机构来往时 需要保持谨慎 名单上也有四间中资企业 设于阿联酋 两间在马来西亚 还有一间在印尼 在北京 商务部迅速回应 发言人高峰认为 美国商务部的做法 对中国企业的正常贸易造成障碍 要求美方尽快将相关企业 剔出危险名单 高峰说 对中国企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对企业正常贸易造成障碍 中方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动辄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干涉 限制企业开展正常国际贸易合作 中方敦促美方本着互信互利原则 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所谓未经验证实体 是指美国当局无法对这些公司或机构进行最终用户检查 不能证实他们的真实情况 香港有经济学者认为 不排除有人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便利 利用注册公司进行违法行为 但事件不影响香港的声誉 也有经济学者相信 美国此举是与中美贸易战有关 中国网军习版维吾尔人权团体脸书 请看报道 中国网军组织第八 昨晚在脸书公开号召中国网民 对两个总部涉于欧洲的维吾尔人权团体的脸书专业发动攻击 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网也发表文章 赞誉这些爱国网军透过脸书发文 对抗不实的新疆报道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周三4月10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上百名中国网军留言攻击该组织的脸书粉丝页 该组织称页面直顶的影片至少被2000名网军留言洗版 而私讯信箱也持续有类似的讯息涌入 德国之上调查发现 大部分留言内容都写取中国政府日前发布的新疆白皮书 强调新疆正遭恐怖主义势力与极端主义势力实施破坏行动 而中国借尽国际社会反恐经验 在新疆深入开展去极端化斗争 此外不少留言也赞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 新疆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除了在该团体脸书页面的贴文下 以上述言论洗版外 该页面的评分处也被中国网军以各式声称 新疆人民生活很好的图文与攻击性言论给占领 根据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统计 中国网军至少制造了超过百则零壳型的负评 而这也使该分页的评比下降到了2.7颗星 而在该组织公开分享此信 想后不久 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发表一篇文章 赞扬爱国网军透过脸书发文对抗不实的新疆报道 该文章指出 4月10日晚间8点 中国网军组织第8的成员 开始透过各种描述新疆人民生活的图片 以及中国治疆方针 在两个东突厥斯坦恐怖组织的脸书分页留言 该文也指出 第8于4月9日晚上 于该组织的脸书社团内部 发文号召网军加入此行动 德国之声在脸书上找到第8号召网军时的贴文 而该文内容将此攻击行动的宗旨设定为 维护国家统一打击极端分子 破除恶意谣言 并明定于北京时间周三晚上8点 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即设立于荷兰的对话东突的脸书专业进行攻击 该贴文明确指示第8成员宣传新疆现在的幸福生活 并破除境外的谣言 强调他们的行动 只反极端势力 不反宗教及民族 此外 他们也明确指示第8成员在目标脸书专业的前两则贴文下 刷留言 并且不能相同内容连续发布5条以上 雷同内容要有间隔 第8甚至提醒成员他们的留言可能遭截图 所以要求他们不要给自己和国家丢脸 不要暴粗 第8的贴文除了明确行动宗旨跟准则外 该组织也制作了数十张印有我们生活很好 及我们每天生活的很快乐 这样的图片 供第8成员在脸书上大量散播 此外 第8甚至制作图表来解释新疆的经济 在过去60年内如何快速发展 以及中国政府过去60年如何支持新疆 这并不是第8第一次号召中国网均在脸书上 对特定公众人物或组织大量散播评论 2016年1月 第8号召中国网民透过翻墙软件 对台湾总统蔡英文 三例新闻主页跟苹果日报主页 留言或表情包灌水 猴脑变人脑 中国基因研究又出包 请看报道 中国科学家实验将人类特质脑基因植入猴子脑中 试图研究猴类是否因人类脑基因而智力净化 能够学习人类智能 该研究结果显示变化微小 没有实质性定论 此结果公布在中国官方英文科学出版刊物 对此实验美国也有科学家提出批评 指动物类被变成人类智力无法生存 有违科学道德准则 法新社指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基因实验催生 被认为能免疫艾滋病病毒的婴儿 引发国际批评 以及中国司法调查事件 仍历历在目 目前中国官方尚且没有对此一新的实验发表立场 消息没有表明中国科学家是否解释 做出此类实验的科学目的 据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消息称 中国科学家将人类大脑发育基因植入猴子脑内 以研究观察猴子是否因此有人类智力净化 该研究报告发表在3月7的北京国家科学英文刊物上 该实验由来自中国西南地区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 以及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美国研究人员 共同完成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 研究人员将根据科学测算 确定的人类大脑发育起关键作用的人脑基因 MCPH1基因植入11个猕猴脑内 他们发现猴子的大脑和人类一样发育缓慢 但与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猴子相比 他们的短期记忆和反应时间测试表现较好 实验报告称 受减的猴子大脑体积并不比同类的猴子脑体积更大 法新社说 这项实验是中国一系列生物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或引发了道德方面的争议 据实验者解释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转基因非人灵肠类动物巨猿物种除外 都提供了显现唯一可以获得人类特质的潜力 对猴子进行记忆测试 是让他们记住屏幕上的颜色和形状 并经过扫描确认 其中只有五个猴子存活到测试阶段 根据实验者 尽管猴猴远比老鼠基因更接近人类 但仍然还只是动物 法新社说 作者如此之说 或是为了避免被控有违道德 但是却没有阻止批评 据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一个生物伦理学家 杰奎林格罗福批评说 对于民众的想象 我们只是身处猴泪星球 杰奎林格罗福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批评说 将他们人类化终究是造成伤害 他们将生活在何处 或能做什么呢 不应当创造一个在任何情况下 都毫无生命意义的活体 但据香港科技大学基因研究中心专家 拉里·鲍姆西士宁人安抚担忧说 研究只是将多达两万个脑基因 其中之一加以改变而已 法新社说 今年1月 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团队宣布 已经从一个单一细胞样本 克隆出五只基因改变的病猴 用以研究失眠 他们发现这些猴子显现与精神心理问题有联系的症状 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的行为 这些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刊物 据研究者说 实验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心理疾病 报道说 2018年11月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 试验诞生了两名基因改变 能够免疫抵抗艾滋病毒的婴儿 北京与国际科学界对此提出一致批评 贺建奎本人正在受到警方调查 并被他实现实验的大学剥夺职 陈爱莲赞捧习近平遭指低级红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2019年第六期《环球人物》杂志刊登 《70年看中国》 陈爱莲足肩上的《70年》一文引发议论 文中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爱莲 揭秘中南海舞会 陈爱莲表示 我很清楚的看到 习总书记几乎是全程脱稿讲话 我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饱读诗书 同时又有很多基层经历的人 这对于文艺界来说 真的是一件姓事 陈爱莲具体涉及习近平讲话 是否脱稿被指示敏感内容 报道引据资料显示 1939年出生的陈爱莲 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家兼编导教员 她还是中国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 陈爱莲先后主演过舞剧 与美人 红旗 白毛女 文成公主 红楼梦 牡丹亭等等 报道说 陈爱莲剧戏曾受到过 中国多位领导人的会见 据环球人物杂志提到 陈爱莲表示 自己大概是在1957年 1958年的时候进入中南海 给中央领导人表演节目 陈爱莲还表示 在某次中南海舞会上 自己曾和毛泽东跳舞 她还指出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毅同志 在跳满舞休息的时候 都很轻松 很随意 大家都零散地坐在那儿 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 陈爱莲还称 朱德总司令在跳舞的时候 经常穿着一双非常普通的布鞋 而且老是笑咪咪地看着我们 报道说 网上公开报道显示 2002年江泽民 朱镕基 胡锦涛 分别为陈爱莲提词 2007年是陈爱莲从毅 第55周年 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 再次为陈爱莲提词 报道指特别注意的是 陈爱莲还晒出一张 与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据她介绍称 2014年习近平召开第一次 中国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 自己坐在了非常靠前的位置 陈爱莲称 我很清楚地看到 习总书记几乎是全程脱稿讲话 我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饱读诗书 同时又有很多基层经历的人 这对于文艺界来说 真的是一件姓氏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 谢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我们一同回顾 稍早的中国新闻 下面并n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